寶可夢卡牌最新補充包 超電圖威 就在今天正式發售啦 帶來了更多新的星晶寶可夢 以及各具功能的訓練家卡 讓超高人系的皮卡丘與你一起突破充威吧 大家好這也是A先生 今天又是我們的新卡評分環節啦 來看看這次超電圖威裡有哪些有意思的新卡吧 不過開始之前先說一下評分標準 最高5分最低1分 5分會是不需要配合 本身就有非常強能力的寶可夢 可能會是主打手或是泛用的工具罐 例如2噴1X或大餅鳥1X 也會是效果很強又很泛用的訓練家卡 例如騎術、頂尖捕捉器這一種 接著4分效果同樣很強力 但是有些條件限制 例如光輝噴、反擊捕捉器、奧林博士的氣魄這一種 再來是3分 特定情境或配合下會有蠻不錯的效果 例如針對卡的球雷姆、鐵斑葉1X或是重力欲這一些 那2分就是有點用但不多啊 例如寧墨這種抽三的支援者 可能在現開賽才會有發揮的空間 最後1分就是至少能做個好包材 像是那些素質不好 那有沒有特殊功能的白板小怪 另外如果進化前的基礎或一些型態沒有特別功能的話 就會直接跳過看最終進化型 最後這個是我個人基於目前環境的評分 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成分 如果你有不一樣的想法 也歡迎在留言區友善分享討論 那麼我們馬上開始 Let's go 首先先從草系寶可夢開始 第一個椰彈樹 這個是九瓶葉子版本的 一階進化血量130 招式是頭球時刻一草發動 傷害是丟硬幣 次數等於雙方前台身上的能量數量總和 每丟到一次正面就有60點的傷害 1分吧 雖然養成還算容易 但是想要打出比較理想的傷害難度就不低了 應該不會有想要用它的時候 再來直接是1X寶可夢 鐵椅1X 草系基礎寶可夢血量190 特性突然消退 自己回合從手牌把這張牌下到備戰區時 發動噴對手排庫一張牌 感覺有點保守 不過設立成噴兩張就又太無腦了 至於招式則是復仇粉碎 一抄兩無基礎傷害120 增加對手已經獲得了將傷卡數量乘以30的傷害 二噴只要拿兩張就可以特數昏絕 打其他牌後期也能有240-270的傷害 還不差 3分吧 特性跟招式都還算有一些戰術價值 特性或許能在擋到卡比獸裡面 當成替代古玉魚的噴牌手段 這樣就可以保持擋到正在前台 那只是你要確保能一直抽到牡丹 招式則可能可以作為草牌基礎打手的新選擇 再來 彩粉疊二階進化的草系寶可夢血量120 主要看第一招 進化粉 一無發動 效果是進化自己的所有備戰寶可夢 我給3分 能做到蠻多事情的 加上現在有能在進場當回合就進化的粉疊蟲以及粉疊勇 雖然對手牌要求不低 但有機會在後宮就做出一個超級眼鏡 那還蠻酷的 下一個 從假勝血量70的一階進化草系寶可夢 第一招是三重抽出一無抽三張牌 樸實無花的補牌效果 第二招有點意思 絕地反攻 一草基礎傷害40 但是如果自己的牌庫在三張牌以下時增加200點傷害打240 老手有點閒個2分 一獎240的傷害回報的確不差 但牌庫少於三張這個條件實在是太嚴苛了 實戰上做出來估計能拿到的優勢不會太多 再來 古簡蛙基礎草系寶可夢血量130 第一招貪婪危害一草一無傷害20 和善未一樣 如果牌庫在三張以下有額外效果 古簡蛙是穿對手兩隻後台各120 至於第二招則是捲入邊打兩草一無打130 同時噴自己牌庫三張牌 加速達成少於三張的條件 2分吧 一樣是回報不錯 但是條件感覺不太好達成 實際下來收益可能不會太好 帕迪亞肯太羅 火系基礎寶可夢血量130 主要看第二招 蒸氣衝撞 一火兩無基礎傷害90 如果對手前台是一階進化的寶可夢 再增加90點傷害 變成打180 嗯2分吧 還算可以的傷害 不過也只有打一階進化寶可夢有效 接著比克提尼基礎火系寶可夢血量70 主要看特性勝利聲援 當他在場上時 自己的火系進化寶可夢使用招式 對對手前台寶可夢造成的傷害增加10點 我給了3分 雖然目前感覺沒有很需要他的情境 但很簡單直接的增傷效果加上可以疊加 我認為是有一點潛力的 下一個火神兒一階進化火系寶可夢血量140 第一招吸血一無打30 然後回復自己造成傷害的血量 感覺沒什麼用 第二招怒陶宇吉 一火兩無傷害150 代價是自己也受到50點傷害 1分吧 確實是沒什麼用 再來 焚焰弓一階進化火系寶可夢血量130 主要看第一招 燃燒熱浪一火傷害130 但至於後台也會全部被燒30點 1分吧 去旁邊找火神兒玩吧 接著 古文巨生樂 二階進化火系寶可夢血量180 特性是純樸 自己不會受到對手寶可夢的招式效果影響 招式則是閃燕獨唱會 看來出名囉 從閃燕高歌變成開演唱會啦 一火一無 基礎傷害60 增加雙方被戰區寶可夢數量成20的傷害 3分吧 帕露奇亞等級的傷害計算方式 雖然是二階進化 但是能配合靈之大空洞 還有前面提過的比克提尼來增傷 個人感覺是有一定的戰力了 下一個 紅蓮凱奇 哇這張卡圖好帥喔 一階進化的火系寶可夢血量140 主要看第二招 紅蓮引爆 兩火一無 把自己身上的火能全部丟棄 打對手一隻寶可夢180 可以打後台 2分吧 雖然可以穿後台 但是要丟至少兩顆能量 就中規中矩的設計 實在應該沒什麼情境會享用 再來 潔弱 我是說蒼顏任鬼 一階進化火系寶可夢血量140 第一招 火焰咒詛 一無發動 把對手場上的所有特能全部丟棄 至於第二招 黑煙斬 兩火一無傷害160 下個回合自己會手痠不能使用招式 3分吧 主要是給第一招的火焰咒詛 雖然感覺用到的機會很少 但是一無就拆掉全部特能這件事 還是不簡單 接著下一隻 一叉寶可夢很辣椒一叉 這隻是我那顆頭為主的版本 一階進化血量260 特性雙重屬性 只要在場上它既是火屬性又是草屬性 但當然弱點是以火屬性的水來計算 至於招式則是香料激怒 涼火發動基礎傷害10點 增加自己身上受到的傷害乘以7倍 跟光輝錫蘿那樣的傷害計算方式 配合一下的話招式要打出超高傷害應該不難 實戰上可能也就是跟對手2換2 當然不差 不過除非像多龍那種不能反手一拳擊倒你的 不然能取得的優勢可能有限 再來 帕迪亞肯泰羅 水屬性的 基礎血量130 看第一招 上倒角擊 兩無傷害30 效果是希望的話 選擇對手前台二階進化寶可夢身上的 附加2顆能量彈回對手手牌 3分吧 真的彈到2顆的話 估計會給對手造成不小的困擾 但只能彈二階進化這點有點局限 估計還是進不了牛棚 下一個 這個有意思 美娜絲一叉 一階進化水系寶可夢血量270 特性 璀璨靈片 這隻寶可夢不會受到太近寶可夢的招式效果與傷害 超級直接又強的效果 很不錯 至於招式則是昏睡飛劍 一水兩無傷害160 同時將對手的寶可夢睡眠 4分 特性是非常直接有效的無敵效果 加上招式還有妨礙效果 可以變成控制牌妨礙的新選擇 或甚至配合其他手臂範圍的無敵效果 來達成全方位無敵的寶可夢回天 接著 地牙海獅 二階進化水系寶可夢血量170 第一招 凍結獠牙 一水傷害60 並且下個對手回合 身上附加能量2顆以下的寶可夢無法使用招式 蠻有意思的另類攻擊封鎖效果 至於第二招 百萬噸墜落 兩水傷害170 同時反作用力扣自己50點血 我給3分 凍結獠牙對上部分排行 確實能起到不小的妨礙作用 但本身的傷害比較低 對手大可以慢慢填到3顆能量突破封鎖 下一個 鐵包袱 怎麼感覺最近美彈都有你啊 水系基礎 未來寶可夢血量100 招式是順風衝擊 兩水一無傷害200 但是會減少對手撤退飛龍一顆乘以50的傷害 2分吧 能夠一發噴掉夢幻力差還是有點東西 但是對上正常兩費撤退的打手就只能打100 算是普普通通吧 接著 古劍鎖 這隻鎖看起來怎麼拉那麼長啊 基礎 隨氣寶可夢血量120 特性 沉血 自己的回合下到場上時可以發動 把場上的禁忌場卡丟棄 招式則是 冰柱必還 兩水一無打120 然後拔自己身上的一顆能量回首 3分吧 以前的南瓜精效果 不過以前是有通頂雪道這種 可能會讓整套牌動不起來的場地需要處理 目前可能沒什麼上場的機會 但要這個效果的話還是僅此一家 來 下一個就是這次的主角啦 泰金皮卡丘一叉 基礎電系一叉寶可夢血量200 特性是勤奮之心 如果在自己血量是全滿的時候 受到招式傷害而昏厥 那他就會怕訓練家傷心而撐了下來 不會被擊倒而是剩下10點血流在場上 自帶一個倖存鍛念器的更新效果 非常強的特性 甚至招式也相當厲害 黃玉福特 炒電鋼發動 傷害高達300 不過必須丟棄自己身上的3顆能量 但就算如此 我一樣可以給4分 在大牌的交換中 如果對方沒有魔靈或者其他補傷害的手段 那皮卡丘就有機會打到兩拳 獲得非常大的優勢 但扣的一分就是因為 魔靈跟多龍現在實在是有點多 不過相信夠足得當的話 還是能有非常不錯的表現的 再來皮卡丘的彈藥包三合一磁怪 一階進化電系寶可夢血量100 主要看特性過度放電 自己回合可以使用 把這隻寶可夢昏厥 然後從氣牌區填最多3顆基本能量 給自己的電系寶可夢 肯定是4分啊 蜜勒頓想念已久的融融洋櫻 另一種方式回來了 雖然代價不小 但填3顆的作用非常大 那除了填剛的皮卡丘以外 當然也能填鐵壁榜或者蜜勒頓 蜜勒頓牌組222的獎勵卡輪次來說 通常可以開到一顆 而不會讓自己真的落後 但對上有白雷亞的牌組時就要小心了 好啦 至於進化的二階 自爆磁怪血量170 第一招是強勁磁場 一電量無傷害80 效果是將對手前台寶可夢混亂 並且下個回合那隻寶可夢不能撤退 更強力的法戰手段 對方有機會不能還手 再來第二招電磁砲 一電傷無傷害180 再來第二招電磁砲 一電傷無傷害180 下個回合要冷卻不能連發 這隻的話就兩分吧 主要是給第一招的罰戰效果 好 再來洛托姆 小小的身軀卻蘊著大大的惡意 基礎電系寶可夢血量80 第一招粉碎脈衝一電發動 看對手的手牌 丟棄全部的物品卡與裝備卡 哇 到底是誰想出來這個效果的 給我出來 第二招則是能量短路 一樣一電發動 傷害是對手前台寶可夢身上的能量 數量乘以20 給3分吧 第一招全部丟棄真的太狠了 你敢先攻用洛托姆抽3 我就敢後攻用洛托姆直接噴光光 當然實戰上的發揮上下線還是有點大 有可能噴個兩三顆糖果 也有可能什麼都沒有 好 剛剛看完恐怖的洛托姆 現在來看點輕鬆的 雷電斑馬一階進化電系寶可夢血量130 1分吧 讓我們喘個氣準備下一個 泥巴魚基礎電系寶可夢血量110 招式劈趴麻痺 一電一無傷害50 丟一次硬幣 如果是正面麻痺對手的前台寶可夢 同時丟一顆他身上的能量 比之前類似效果的招式強一點 但還是2分吧 接著卡普明明這張很帥喔 血量120的基礎電系寶可夢 第一招召喚雷電一無發動 從牌庫抓2張電系寶可夢上手 那可以抓進化型 第二招則是獎傷反擊 兩電一無基礎傷害90 如果自己獎傷卡落後 則增加90電傷害變成打180 2分吧 算兩個招式都算有用 但電牌現在感覺沒有空間派卡普明明出來作戰 下一個大電海燕 一階進化的電系寶可夢血量120 主要看第二招風暴福特 兩電一無傷害160 並且把自己身上的所有能量傳給後台 勉強2分吧 傳能量來續戰這一點還不錯 但感覺就這樣加上還是一階進化 再來密勒盾 哇 密勒盾到現在也是出了超多版本 基礎電系未來寶可夢血量120 招式有意思喔 防護代碼 一電一無傷害40 下個對手回合自己的未來寶可夢 不會被1X的招式傷害打到 但是如果這是密勒盾離場 這個效果就會消除 3分吧 肯定是個對未來電牌組的強化 雖然效果說真的也不難解 但就是丟個麻煩給對手 要是對方一時解不掉 我方就能獲得優勢 這樣子 然後是伯克吉斯 二階進化超系寶可夢血量140 特性很酷喔 奇蹟之吻 只要他在場上 對方前台的寶可夢昏厥時 我方丟一次銀幣 如果是正面 就多獲得一張獎勵卡 那這個效果不會疊加 不管是招式傷害招式效果 甚至是特性昏厥都會發動 3分多拿一獎非常秀 但本身二階進化加上丟硬幣的隨機性 也是有可能整場遊戲都發不到效果 不過我就問一句 有沒有人也想看到直播桌上面出現這個的 接下來是珊瑚神 這三個一起評分 都是基礎超系70血的寶可夢 首先尤克希 招式是痛楚記憶一超發動 點對手全場20點 一能發動算是還不錯啦 那接著是艾姆利多 第一招滿載星田一無發動 從手牌貼著兩張超能量到場上 第二招神之爆炸 兩超傷害160 但自己備戰需要有另外兩個弧神才能發動 最後是雅克諾姆 招式意志強烈 一超一無基礎傷害10點 會增加對方全場受到傷害的那個數值 也就是如果用尤克希點全場20 這招就會打130 給了兩分吧 算是一個小系統 不過配合了只有攻擊招式的部分 當然打到猛雷谷這種純大牌 會有一點以小換大的優勢 但整體看起來進攻還是有點偏滿 好的接下來死神關 一階進化超系寶可夢 顯量120 招式看第一招 冥斧之旅一個超 對雙方全部有特性的寶可夢 點60點 兩分吧 上限是有的 不過想要單靠他來結束遊戲 感覺有點困難 下一個 超能妙妙 一階進化超系寶可夢 顯量90 特性是誘導之尾 這幾回合可以發動一次 丟棄手牌中了一張悠哉尾草棒 然後抓對方後台一隻寶可夢到前台 這個悠哉尾草棒是一張物品卡 等等會提到 3分吧 老大的指令效果還是很不錯的 只是可能會需要在牌庫裡 多放幾張用不太到的牌 但好處就是你的人物機會 可以留給博士之類的抽率來運作 感覺是有機會派上用場的 OK 再來東東鼠 基礎超系寶可夢 血量70 看第一招電磁聲納 一無發動 從氣牌去撿一張訓練家卡回首 2分吧 跟現在的小電柱一樣的效果 最直觀想就是在控制牌組裡 中後期成功控制對手之後用來回收資源 接著四殺寶爺一叉 一階進化的超系泰金一叉寶可夢 血量280還算不錯 第一招流沙地獄珊瑚傷害160 並且符合流沙的效果 被打到的那隻寶可夢下回合不能撤退 再來寶石祭是重金石之玉 哇這隻怎麼這麼喜歡觀人 水超豆 效果是把對手後台寶可夢全部點到剩下100血 打不到泰金寶可夢的沙布蜻蜓表示有點羨慕 3分吧 兩個招式都算是有戰術價值 只不過目前的環境可能沒什麼空間讓他發揮 再來愛管式基礎超系寶可夢血量100 特性吸心治癒 自己的回合把他下到場上時可以發動 恢復自己前胎寶可夢30連血 以及一個特殊狀態 2分吧 標準的有點用但不多 下一個正義法 超系基礎寶可夢血量90 第一招古禍挪移兩無發動 把自己被戰去一隻古代寶可夢身上的傷害 轉給對手前台 第二招月亮之力兩超傷害70 下個對手回合被打到寶可夢傷害減少30 2分吧 最理想的狀況是把瘋癲攻擊完後面身上的200點轉走 好像有點用但感覺也沒有特別厲害 下面見到鬥戲 第一個氣勢猴二階進化血量140 第一招暴走以鬥傷害130 但是自己會混亂 有點怪 第二招蠻酷的同命戰鬥 以鬥義無和對手同歸於盡 2分吧 能夠直接昏絕就不能說完全沒用 但是開完招式同時昏絕後就輪到對手回合 所以用這個其實等於跟對手2換2 除非先手開啦 不然輪至上也沒什麼優勢 接著第三隻肯太羅 這隻是鬥戲 鬥戲的卡圖怎麼看起來這麼平平無奇 跟水火的比起來 基礎寶可夢血量130 看第二招障礙踩踏 一鬥兩無傷害90 下個對手回合被這招踩到基礎怪不能出招 這個我給3分喔 直接封鎖出招還是能做到一點事情的 不過當然對手也有機會撤退換別人來打就是了 下一個盾甲 一接進化鬥細胞空空血量150 第一招打垮 以鬥傷害40 並且不計算對手身上的附加效果 弱點跟抵抗力還是會計算的 第二招就是防守回轉 以鬥兩無打120 丟自己身上的兩顆能量 然後下個回合自己受到的傷害減少100點 兩分吧 減少100點是蠻不錯的喔 但那是以限開賽來看 標準賽沒什麼會用到的機會 再來注意注意這個危險囉 海兔獸一接進化的鬥戲寶可夢血量130 特性黏著束縛 只要這隻寶可夢在後台 雙方後台的所有二階寶可夢特性全部消除 舉翻大鱉鳥 黑夜魔靈 甚至始祖大鳥都沒特性能開 不過我只能給3分啊 主要是鎖不到前台 對手還是可以推魔靈到前面炸130 直接昏厥海兔獸 其他上是鎖全場的不是單邊 也有可能會妨礙到自己 但當然無可否認的能給對手造成很大的麻煩 接著金光花 鬥戲接進化寶可夢血量130 招式看輕蝕碎快 一無發動傷害20 效果是將對手的前台寶可夢中毒 並且他下個回合不能貼從手牌使出的能量 不只是手填這個動作 比率只有這種從手牌特填的也不行 不過給2分吧 造成麻煩的程度有限喔 但是如果在先手2直接開毒 加上對手卡的話 還是有機會卡出對方前台的寶可夢就是了 再來 顧勒盾 古代基礎鬥戲寶可夢血量130 看第一招 輪番狂攻 兩無 基礎傷害30 如果上了自己回合 有其他的古代寶可夢出過招式 則增加150點傷害 變成打180 3分吧 古代牌組又有一個蠻強的小打手 在猛雷谷或是古代小人都有他上場的空間 加上鬥戲現在也能捶一捶大烏龜或極致機 相當不錯 接著 下一隻 星金寶可夢三手二龍一叉 二接進化二系一叉寶可夢血量330 第一招粉碎頭 一二一無傷害200 同時噴對手排庫三張牌 再來寶石技是黑曜石 後面沒有其他攻擊的名字嗎 什麼黑曜石衝擊之類的 那算了 能量是超二剛五 打前台130 同時穿對手後台兩隻各130 一顆頭各搖一口的意思 4分吧 體質跟招式都相當不錯 加上二補丁還沒退 但唯獨粉碎頭的傷害差了一點 正常狀態也沒辦法一拳昏厥基礎一叉 不過構築上克服的話 是會有一定的競爭力的 再來 圖標克 一接進化二系寶可夢血量100 第一招二作劇作畫一無發動 從對手七白區填最多三張能量 到對手的場上 哇人這麼好 還幫對手填能 那是為了配合第二招 能量塗鴉兩二 傷害是40x對方場上的能量數量 2分吧 雖然是個有趣的小combo 但實際運作起來有點太慢了 好下一個國際版先行的陶歹狼 基礎二系寶可夢血量80 這個血量感覺就小小一顆意外的有喜感 特性聚毒支配 他自己在戰鬥場的話 對手的中毒寶可夢每回合跳的傷害增加50點 招式則是配合特性的猛毒連鎖 一二一五有10點傷害 中毒對手的前台寶可夢 並且下個回合他不能撤退 3分吧 中毒流的新組件 甚至先攻把其他增加中毒傷害的人叫一叫 有機會讀個80昏厥小火龍或其他小怪直接OTK對手 還是很有潛力進入構築的 再來 鋼系寶可夢 阿羅拉三地鼠 一階進化血量110 招式只有一個 3Bingo 不用能量打120 但是自己的手牌必須是3張 2分吧 給有趣的設計1分 會讓人會心笑的那一種 下一個 青銅中 一階進化鋼系寶可夢血量130 1分吧 數值不太行 招式還要丟硬幣 接著無極泰納 怎麼突然出現一隻無極 龍系基礎寶可夢血量150 非常高 第一招泰納爆破 1-2基礎傷害10點 如果對手前台是1X寶可夢增加80點傷害 第二招世界之末 哇有夠中了 我喜歡 一火兩二傷害230 但場上必須要有場地能夠丟棄 不然不能發動 3分及格 主要是體質和招式傷害還不錯 如果真的養出來 作為一獎打手是能夠做到一點事情的 再來 星金米麗龍1X 怎麼會是你拿到太金資格 基礎龍系1X寶可夢血量160 第一招突襲水泵 一火一水傷害100 並且不計算對手的附加效果 再來 朱砂幼兒 火水2發動 招式實看自己排庫上方10張牌 可以把其中想要的寶可夢放到備戰區 剩下的卡放回排庫重洗 3分吧 可以作為某些combo的啟動 直接撲出大鼻鳥 或者前面提到的波克基石 這類有強大效果的二階進化 但是這樣你的遊戲很可能會從4獎開始 這個代價是需要考慮的 接著 請駕王1X 二階進化一般系寶可夢血量340 恭喜340血Gレ布又多了一個人啊 特性是懶帶個性負面效果 如果對手場上沒有1X或V 這隻寶可夢不能出招 招式是偉大橫掃 兩無傷害280 非常痛喔 代價也只有丟自己身上的一顆能量而已 4分吧 體質跟招式傷害非常不錯 能夠作為主打手 但是有著特性的限制 排庫裡絲必得有其他的副打手 不然某些對局遇到 那就是自動落敗 下一個 貓幼斬 一般系基礎寶可夢血量90 招式連斬 一無發動 基礎傷害10點 13次硬幣 依照結果的正面次數增加傷害 一次的話加20 兩次50 全部正面的話加80 1分吧 全中你就打個90喔 數值不太行 但我個人蠻喜歡這個招式設計的 有槍管龍的即逝感 再來 變影龍 基礎一般系寶可夢血量70 特性躲藏高手 這裡受到招式傷害時 值一次硬幣 正面的話就不會吃那次的傷害 招式則是蛇之鞭打 兩無 打對手一隻寶可夢30點 2分吧 給無敵效果一個尊重 但招式傷害有點太低了 想要慢慢舔掉對手感覺有點困難 除非你是天選之人 丟個什麼9個正面 那你只能打10下300 昏厥不了2噴 接著爆炸頭水牛 一般系基礎寶可夢血量130 第一招等待絞擊 兩無傷害40 下個對手回合這隻寶可夢被招式傷害打到的話 再打他的那隻寶可夢身上 點60點 反昌60點的意思啦 第二招則是粉碎頭級 四無傷害150 代價是丟自己身上的兩顆能量 1分吧 雖然不是白板 但整體素質不太行啊 下一個 光電閃吸 一般系寶可夢 一階進化血量110 招式看拋物面充電 亦無發動 從白褲選擇最多4張基本能量入手 1分吧 進化型來做這件事是不是有點太慢了 再來 自灰星 一般系基礎寶可夢血量120 招式掌握弱點 亦無發動 下個對手回合結束前 受到這個招式的寶可夢弱點改成一般系 2分吧 雖然實際上可能沒什麼用 但還蠻酷的效果 下一個 一家屬 一階進化一般系寶可夢血量80 第一招 家族行軍 亦無發動 從牌庫鋪兩隻一家屬 小人或一叉都可以放到備戰區 第二招則是連續門牙 一無 直四字硬幣 造成正面的次數 乘以30的傷害 3分吧 一家屬牌組的強化 如果真的有人在玩一家屬牌組的話 接著 泰勒巴格斯 基礎一般系寶可夢血量120 招式看能進充能 亦無發動 從牌庫貼最多三張不同屬性的基本能量 給自己的泰勁寶可夢 泰勁寶可夢專用的三重蓄能 不過2分吧 花了一個回合來做這件事有點虧輪次 加上現在有刺鬆、水炭結晶之類的輔助填能 泰勁寶可夢也沒有那麼難填能 好接下來進到訓練家卡 先來看S-Spec物品卡 極盡開關 效果 先發動一個寶可夢交替 換完位之後 可以把換下來的那隻寶可夢身上的能力能量 轉給前台寶可夢 2分吧 強化版的交替 能夠讓前台殘血的寶可夢無痛撤退 換下一個打手上去作戰 但是這個效果放在S-Spec卡上 感覺就不太行 再來一樣是物品卡 奇蹟而賣 效果是從牌庫剪兩張人物卡回首 簡單直接 不過標準賽物只能給2分 沒什麼必要放這個 但是開放賽 有馬制式 能夠讓你一次開兩張支援者 這個東西就有點厲害了 好的回來看一般的物品卡 首先推理組合 效果是看自己牌庫上方三張牌 接著可以做兩件事 一是按照自己喜歡的順序放回牌頂 二是把那些牌洗一洗放回牌底 3分吧 大概算是1分1個綠牌 也能配合電槍或是前面提到的米粒龍 來增加翻到目標牌的機會 接著前面在超能妙妙特性裡出現過的 優災微草棒 只能在後攻第一回合使用 效果是彈對手一顆能量回首 但這個效果為2分吧 現環境每套牌 基本都有自己一回合填好能量的辦法 彈一顆能量的影響效果有限 不過跟超能妙妙的搭配組合 我還蠻喜歡的 再來裝備卡 首先是SPEC 希望護身符 效果是裝備的寶可夢被招式傷害昏厥時 能夠從牌庫任選三張牌加手 就是攜帶式的光輝擊打起 3分吧 能開到效果的話確實能協助運作 但是有點偏被動 可能還是會想要放其他的SPEC卡 下一個裝備 刺耳果 效果是裝備的寶可夢被惡系寶可夢的招式傷害攻擊時 那次的傷害減少60 然後這張卡丟掉 暫時給2分 原本因為惡噴的關係有在考慮要給3分 但想了一下 惡噴能處理這顆水果的方式有點多 不管是吸塵器拆掉還是魔靈補傷害 嗯…感覺發揮不會太大 再來一顆水果 PP果 裝備的寶可夢被鋼系寶可夢攻擊時 那是傷害減少60並丟棄這張卡 一樣2分吧 鋼系的話用的人就更少了 基本不會考慮投入構築 下一個 新的招式學習器 銀石 能量需求 潮水超 效果是丟棄裝備寶可夢身上的全部能量 然後自己的泰晶寶可夢血量全部恢復 2分吧 目前泰晶寶可夢沒有偏耐久的玩法 所以補血的優勢不太多 加上還要湊出這3顆能量 屬實不易 再來是人物卡 首先是席蘭 嗯?席蘭 效果是從排庫抓最多3張1X寶可夢入手 冒險加效果 但是1X版本 3分吧 特定的排行會有作用 比如賽富豪就能夠起到類似高級香氛的作用 然後 希特隆的機制 效果是恢復自己的全部電寶可夢60連血 1分吧 目前的電系玩法是真的沒有給你補血的時間 接著 阿密的目光 效果是下個對手回合 自己的全場寶可夢受到對方招式傷害減少30點 剛TT全金屬堡壘體驗卡版本 2分吧 減30點是會有作用的 不過 作用多大啊就不好說了 如果以後有對局真的差這30點 可以回來考慮 好接下來進到最後的場地卡啦 首先機動競技場 效果是雙方的基礎寶可夢血量增加30 3分效果很直接喔 基礎怪為主的套牌可以考慮帶進構築 反正打到內仗或是對方也是基礎怪為主的套牌別下就好 最後的最後 壓軸引力三月 效果跟上一張反過來 上一張加血這張就扣血30滴 上一張範圍是基礎 這張範圍就是二階進化 一樣3分吧 特定的情況效果不錯 比如皮卡丘打二噴的時候 減30點變成300血就能直接昏厥 不過和上一張相比 這張更容易進入構築 因為比起要防備對手也是基礎寶可夢 這張只要你自己不是二階進化為主的牌型就可以帶了 更有機會進入構築一點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的新卡全評分啦 讓大家看完如果想要補充的或是有不同的看法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最後來感謝一下新加入的會員 扣賞 等級是發電的重電寶 感謝每一位會員對頻道的支持 那麼這也是A先生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See you guys